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去年12月孟晚舟事件发生以来 中美之间就上演了一场围绕着孟晚舟和华为公司的一场攻防战 今天这场攻防战又有了一台新的大戏上演 这就是华为公司居然正式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 就是向美国法院状告美国政府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 任何人或者任何公司 你不管是美国的公司还是外国的公司 都可以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 可以向美国的法院去状告美国政府 所以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 其实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起诉 它的门槛是非常的低的 在理论上谁都就可以控告美国政府 而且这个控告美国政府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政治风险 但事实上却极少有人去控告美国政府 这个倒不是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什么政治迫害 主要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因为你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党官司 费用是极为昂贵的 你请律师的费用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而且你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 你要想控告一个国家的政府 如果能够胜诉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低的 基本上你叫说你是可以去上告 但是告了也是白告 自己还要白白损失一大笔 叫律师费 可以说是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所以极少有人去干 这个起诉美国政府这么一个赔本的买卖 其实大家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 华为它作为一个外国的企业 你又不是美国公民 你去控告美国政府可能胜诉的可能性 它比那个美国本国的企业 它的胜诉的可能性又低了很多 可以说华为顺受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 不过也有一些中国所谓的专家 他号称说华为控告美国政府 他还是有可能取胜的 这些专家就列出了华为公司 怎么怎么样有理 美国政府怎么怎么样无理 他找了各种各样理由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 说是华为控告美国政府 他是有可能取胜的 但不知道这些专家 他是不是想要对北京政府进行高级黑 因为这些专家他忘了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华为他是向美国的法院 去控告美国政府 所以你判定华为是不是有道理 是不是他占理 这个裁判人是美国的法院 不是中国的法院 如果是美国的法院 你判决华为有理 华为胜诉 那就是说你与其说华为的胜利 不是说是美国法律的胜利吗 因为如果你华为取胜了 就说明美国的法律 真正是一个完全公平的 他对本国人外国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可是自从加拿大 他因美国引渡的要求 就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之后 中国的五毛和爱国群政 都在齐声大骂美国 他说孟晚舟是无罪的 所以美国抓孟晚舟就证明了 美国的司法公正是假的 那你既然说美国的司法公正是假的 那么华为公司你要起诉美国政府 那必然就是败诉 你不可能是一个胜诉了 所以说那些声称华为有可能赢的那些专家 其实他就是在说美国的司法是真正的公正 因为只有美国的司法是真正的公正 那么华为才有可能赢吗 那你这么说不是反过来对北京高级黑了吗 其实华为公司自己也很清楚 他们起诉美国政府是不可能胜诉的 这就是所谓的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华为公司他干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他的目的显然不是真的为了要打赢这场官司 而是另有其他的目的 也就是说华为公司起诉美国政府啊 其实只是一个表面文章 他真正的目的呀是另有玄机的 那我们在讨论华为公司起诉美国公司的真正目的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华为公司起诉美国政府 他的理由是什么 在华为公司的这个起诉书里面 他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国防授权法的 其中的第889条条款啊 他就以安全风险为理由 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这些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 华为的起诉书就认为啊 这个第889条这个条款啊 他是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叫做郭多公权法案这么一个法案的 所以呢 他就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出一个诉讼 就请求美国的联邦法院啊 判定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一个所谓的2019年的这个美国国防授权法 他违背了美国的宪法 他要请求这个美国的这个法院要禁止实施这个条款的实施 也就是说呢 华为他起诉的对象啊 其实并不是美国政府 而是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2019年国防授权法 就是说他要求美国的法院啊 判决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的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是违宪的 但是呢 只要是对美国的政治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因为美国的国会 它是一个立法机构啊 美国的法院是一个司法机构 那么这次华为的起诉书啊 就是要求美国的司法机构去判决美国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违法 你说这样的要求吗 本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这个华为的指控啊 你就更加明白 华为这场官司啊 根本是其实打不赢的 或许有人就认为啊 华为本来就是不准备赢的 他就是为了报复一下美国 出一口气 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的 美国司法部啊 就对华为公司提出了23项 刑事起诉的指控 因此啊 华为公司他要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要指控美国政府 这样呢 就算是来一个对等的报复 但问题是华为这个对等报复的对象啊 你完全是找错人了 因为打压华为公司的是美国的司法部 并不是美国的国会嘛 美国的司法部是发出了对孟晚舟的一个逮捕令啊 而且是美国的司法部对华为公司提出了这个23项的刑事指控 这个美国公司 就是美国司法部啊 他抓这个孟晚舟也好 对华为公司提出刑事指控也好 他们使用的这个法律根据啊 完全跟美国国会通过那个所谓2019年国法说明法 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所以你按照道理说啊 华为真正要报复的 应该是你要指控美国司法部叫做暴力执法 你不应该去指控美国国会通过那个法案吗 这个呢就等于是美国的司法部打了华为一个耳光 可是呢 华为啊 他却去控告美国的国会 你说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说到这里啊 不少人对华为公司这一次控告美国政府的动机和目的啊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华为呢 明显叫做避重就轻啊 因为他抓孟晚舟也好 指控华为的23项刑事罪也好 他的主谋都是美国的司法部 那么华为不去告这个主谋的美国司法部 他就去控告和这件事情关系不大的美国国会 他就是为了怕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 因为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孟晚舟发出这个逮捕令了 他已经控告了华为公司的23项刑事罪了 如果你华为公司反过来 他要指控控告美国的司法部的话 那就把这个矛盾整个就激化了 那就会让美国的司法部对华为的打打触手就更狠了嘛 所以华为他也很清楚啊 美国司法部你是惹不起的 所以他就不敢告美国的司法部 他说柿子挑软的捏 他就去告美国的国会了 对于美国人以及和美国一样这些民主法治国家的人民来说啊 他们肯定是很清楚 美国的司法部啊和美国的国会完全是两码事 他们也很容易看出来 华为这么做叫做避重就轻啊 他起诉美国政府其实就是演一台戏 做一个秀 他真正的那个抓华为的呢 就是打压华为的主谋是美国的司法部 可是华为呢他不敢惹美国的司法部 但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他并不懂美国的政治制度啊 他们以为这次华为控告了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 就等于是控告了美国政府 就等于是控告了美国的司法部 所以呢这样就等于是对美国进行了一个对等的报复 就等于对中国啊就替中国出了一口气 因此呢华为公司这场起诉美国政府的大戏啊 其实呢他就是表演给中国人看的 因为在美国下令抓了孟晚舟 对华为公司进行了刑事指控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北京啊 他只是对加拿大进行了报复 但是对美国这个主谋啊 却没有进行任何的报复措施 这样呢就让很多的中国人 特别是所有那些爱国群众啊 就觉得华为和北京啊过于软弱 太憋屈了 所以呢华为这个演这场戏啊 就可以让那些爱国群众啊 可以叫出一口闷气啊 果然呢就在华为对美国政府提出这个起诉之后 中国网上的这些爱国群众是一片欢呼啊 总算是满足了他们某种叫做精神上的胜利要求 那么华为公司啊 他起诉美国政府 那是华为公司自己单独做出的决定呢 还是来自北京政府的指示呢 或者是北京和华为一起策划这件事呢 那这方面的内幕当然我们还无法知晓了 不过呢 北京外交部啊 对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就表现出来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 北京外交部的发言人称啊 华为公司的行动是完全震荡可以理解的 北京的环球时报啊 也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评文章 它的题目是 华为起诉美国政府是正义的决定反击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当中啊 他也透露出来 华为啊 起诉美国政府 他背后的这个动机了 环球时报的文章说 这是验证美式司法独立究竟如何自我定义的时候 人们将看到美国法院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华为这场官司赢了是美国政府的失败 如果华为输了是美国司法体系的威信扫地 环球时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华为在这场官司当中 不管输赢 中国都是赢家 美国都是输家 如果是华为的官司赢了 那就是美国政府输了 如果华为的官司输了 那就是美国的司法体系输了 反正美国呢 横数都是输家了 不过环球时报这个想法可以说完全是一厢情愿了 因为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做法 不但你求到在中国人民当中抹黑或者黑化美国的作用 反而有可能是一个高级黑啊 反而是给中国自己给抹黑了 因为关于华为起诉美国政府这件事情啊 网民们其实发出了各种很热烈的评论 有人就说啊 这件事让百姓受了一场普法课的教育 原来啊 司其公司也是可以起诉政府违法违宪的 也有人说呢 华为能够在美国控告美国政府 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是最强大的国家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华为啊 他是指控美国的政府啊 曾经就是说有入侵这个华为的服务器 他就窃取了这个华为的邮件和一些元代码 因此啊 就有人指责美国政府是叫做说一套说一套啊 他们一方面指责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的网络 另一方面的美国自己的又要入侵别的国家的网络 这叫做贼喊说贼啊 不过呢 你要理解这件事情啊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网络战争这个事情啊 我们来理解一下 美国啊 早在2013年 他就宣布美国要成立一支叫做网络安全部队 来保证美国网络的绝对安全 美国成立这个网络安全部队的背景啊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啊 在人们的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了 几乎可以说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你除了这些北朝鲜啊 古巴维德约拉这些国家之外呢 这些一般的国家离开了网络 人们就无法生活了 我们看现在美国中国这些国家 人们是通过网络来进行银行的转账交易 在网上你用电子货币去购买这个东西 如果一旦网络瘫痪的话 那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就瘫痪了 假如说有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组织啊 向美国发起一个网络进攻 只要把美国的网络给搞瘫痪了 那美国整个社会就瘫痪了 这个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了 所以呢 美国就必须建立一支网络部队 他要防止有人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 当然了美国组建这个网络部队的目的啊 他不仅仅是防御性的 他同时也是一个进攻性的 进攻性啊 就是美国的网络部队可以主动出击 他主动向那些美国的敌对国家 发起网络进攻 就把这些国家的网络给搞瘫痪了 可以说美国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啊 就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 一瞬间给他就搞垮了 现在呢 美国这个网上部队已经有十多万人的规模 可以说美国可以随时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 一下子给你搞瘫痪掉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啊 美国这些网络部队入侵啊 这个华为公司的服务器 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作战的行动呢 因为美国网络部队啊 入侵这个华为服务器的目的啊 就是他要寻找华为服务器里面的一些安全漏洞和缺陷 他可以找出啊 一些可以把华为的服务器搞瘫痪的办法 一旦美国找到了把华为服务器搞瘫痪的办法呢 他在平时啊 他是绝对不会用的 只有到了非常的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到了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 就是大战一出计划的时候 那他才会用 这个时候呢 美国就会对中国发动一场网络战 一下子的就把整个中国的网络都给你搞瘫痪了 就是让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都瘫痪掉 其实中国也是有网络部队嘛 中国的网络部队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中国网络也是 他的网络部队啊 也是不停的在入侵美国的服务器 也在寻找美国的服务器的安全漏洞和缺陷 他也是为了要打一场网络战争啊 来做准备的 所以呢 我们对美国政府这个网络部队入侵华为服务器这个事情啊 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因为这是美国啊 为了他们国家的网络安全 他必须做的一些事情 今天呢 加拿大国际广播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是 加拿大网络的安全措施不堪一击 这篇文章就引用了加拿大国防安全工业协会 他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就称啊 加拿大没有准备好应对网络战争 他跟美国等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啊 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方面严重落后 然后现有的网络安全水平是不堪一击 这篇文章啊 他也提到了网络战争的这个危险性啊 就说加拿大他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在网络安全方面是严重的落后啊 如果发生一场网络战争的话 加拿大将是不堪一击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指控华为公司的设备留后门这个问题 那什么是后门呢 我们就拿美国的这个武器系统没力吧 美国卖给别的国家的一些高性能的先进武器 比如什么战斗机啊导弹等等 他都悄悄啊留一个后门 就是在这个战斗机和导弹的一些关键部位 他要设置一个叫做自毁装置 就是在关键时刻啊 美国就可以通过这个后门来启动 这些所谓的战斗机啊导弹的自毁装置 就是让他们这些武器在关键时候就自动就毁灭掉 这个后门和自毁装置啊 就是美国为了防止啊 这些先进武器啊 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 会落到这个美国的敌对国家或者敌对组织手里 如果这些敌对国家拿到这个美国的先进武器 要对美国发起进攻 那就会给美国造成一个极大的损失嘛 所以呢 美国就在这个武器上预留一个后门 这个后门平时根本就不工作 所以你甚至很难发现有这个后门的存在 这个后门啊 只有在特别的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突然启动 所以呢 也正因为美国人自己他就专门是搞后门的嘛 所以他也深知到这个后门的厉害 他也特别怕华为的这个设备里面啊 也有这个类似的后门了 因为这种后门一般的办法你根本就检测不出来 因为这个后门他平时根本就不工作不动作 等于是他就根本就不动 所以你就很难发现找到这个后门的存在 只有到了那个维新的紧要罐头 这些后门才会突然启动的 所以美国就非常担心啊 假如美国的网络大量使用华为的设备 而这个华为的设备里面呢 又隐藏着某种后门的话 那么一旦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什么的紧要关头 这些华为设备里面的后门会突然启动 就会导致美国整个网络的瘫痪 到那个时候你什么都完了吗 所以呢 美国他要保证他网络的绝对安全 他就不敢用华为的设备 也不能用华为的设备 因为你要保证一个绝对安全啊 就必须要宁可错叫做错杀一千 不能放过一个 即使你说这个华为设备里面 有后门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 但是为了排除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他也只有禁用华为的设备 我们理解了这个网络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啊 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要把金融华为设备提高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度 不少战略家分析啊 就随着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加深了 那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他将是在网络上进行的 所以呢不仅是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 也都在进行这个网络战的准备 也都是大家都在为这个第三次爆发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世界大战啊 在做准备啊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这次美国禁用华为公司的设备啊 他只是未来这个网络战啊 最早冒出来的一缕火苗而已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